10月26号 仙娜在视角平台上 写出了一张意义深刻的照片 并配文 这个放床的小桌子啊 我怀孕的时候 她给我端上吃的在上面 现在她受伤了 换我给她端吃的放上面 从中可以得知 张杰由于在演唱会 升降机事故受伤 目前在家休养 而作为妻子的谢娜呢 贴心的忙着照顾她的生活起居 对于这对夫妻的婚姻啊 大众也是羡慕不已 在之前热播的 《痴子浪漫旅行》中 更是看到了 这对夫妻有爱的一面 节目中张杰取了一个大早 给大家做了 陕西手感面当早餐 赢得众人的一致好评 在吃早餐的时候才发现 张杰原来是个吃货 看到吃的眼睛里都在放光呢 吃个不停 本来拿了两盘生育片的张杰 一盘分给了谢娜 另一盘呢被自己吃掉了 但似乎不够她吃 只见张杰起身再去拿生育片 而这一幕 谢娜都默默地看在眼里 但其实啊 再憋笑憋得快不行了 后面谢娜发话了 杰哥你一个人默默地吃了多少啊 张杰马上回答道 我吃三文鱼能长胖吗 我一口油炸的都没有吃 张杰一副自信 桀骜不驯的样子 表情实在是太可爱了 网友看了直呼太逗了 这是活生生的抓包现场啊 张杰你是还在挣扎些什么呢 而还在挣扎的张杰 一脸认真的 一样一样数给辛娜看 说你看骨头只有一个 这是给自己找继续吃的借口吗 这时辛娜的表情显得很无奈 一脸我不想反驳了的样子 不得不说 这夫妻的相处模式啊 实在是太好玩了 吃三文鱼能长胖吗 我又没有吃那么油炸的这些 我只吃了一个 你看骨头只有一个 然后这边这个鸭 一二三个鸭 辛娜还跟其他的几对夫妻解释到 张杰是真的很喜欢吃 张杰一听 马上开启了碎碎念的模式 小声的说 谁不喜欢吃呀 不喜欢吃 那不就得了夜市针了 辛娜继续说到 有段时间 杰哥真的很圆润 所以呢 就让他少吃一点 还称一听让他少吃啊 他真的会直接翻脸 夜眼生气的问道 那你为什么在吃 辛娜回答道 因为我没有长胖啊 而且我又没有要开演唱会 此话一出张杰 无力反驳 这时的张杰呢 也忍不住在饭桌上 吐槽起了自己老婆 称在美国的时候 辛娜会给他点一大盘的青菜沙拉 没有芝士 没有酱汁 什么都没有 就只有干菜 这怎么吃得下去嘛 好不容易自己下定决心 要开吃了 仙娜就点了一桌子大菜上来 什么牛排啊 香文鱼啊 这也看得出 专杰有多委屈了 对一个正在减肥的人来说 简直就是一种煎熬呢 专杰也已经不顾在场有谁 开始畅所欲言了 一旁的众人成了吃瓜群众 就这样静静的看热闹 看得陈小春和郭小彤 都捂着嘴偷笑 那个时期因为夫妻俩 一个在减肥 一个在增肥 张杰有时在吃菜的时候 看到仙娜却在吃大餐 忍不住就有小脾气上来了 故意动筷子 而且声音很大声 但是又不想 仙娜觉得不舒服 她也知道 仙娜都是为了她好 但有时就是会控制不住自己的小情绪啊 而仙娜也是非常能够理解张杰的 用这种相爱相杀的方式 鼓励自己的老公减肥 也是很有爱了 有网友称 这也是能够看得出 这两口子啊 平日里的相处模式 跟老夫老妻一样 拌慢嘴 肯定非常搞笑 有时这种拌嘴式的小吵闹 其实也是夫妻生活中的一点小调剂 这也让生活过得有趣了许多 那么看到这里 你喜欢这对夫妻吗